什么是失眠?失眠是一种睡眠障碍,可以表现为入睡困难,糟醒,或者起床后感觉疲劳,经历差,疲乏不能恢复等等。 这些都可称为失眠,失眠与睡眠时间并不一定有很明确的相关性,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同,有人六个小时,有人八个小时,有些人睡四到五个小起床后经历人很充沛,而小孩可能需要更长的睡眠时间,因为只有在睡眠的过程中,生长激素分泌会更多。 所以有儿童睡眠时间超过十小时,失眠的主要表现,起床后感觉疲劳,困倦,自我感觉睡眠时间不够,入睡困难,辗转不能入睡。 早醒,入睡正常,大二到三个小时就醒了,不能再入睡。 第二天醒来以后精力不济,容易遗忘,思维不是特别清楚,总觉得头发猛,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,甚至会出现一些异怒,焦虑。 倒造的情况,一些平时感兴趣的事也不再感兴趣了,容易犯错误。 有些人对睡眠上特别担心,打击影响工作,人际关系等,情绪低落。 通常来说,有上述症状,说明出现了失眠的情况,一般不需要做特殊检查就能诊断。 某些情况下,为了了解精确的脑电波情况,可以做多道睡眠,突然了解身体活动情况,这个检查可以在家里做,但需持续做几天,十个方法帮你改善睡眠首先,保持睡眠的环境安静,且不要有光线,最好选用热光窗帘。 七次,最好固定睡眠时间,每天在同一个时间上床,同一个时间起床,时间不要过长,睡眠时间过长未必好,人们对睡眠有一个适应期,如果睡眠时间过长,可能会觉得更乏力,出现经历不济的现象。 第三,睡眠前,不要喝咖啡,茶等,会导致精神刺激的物质,建议起床后喝。 第四,避免傍晚或晚上喝酒,避免抽烟。 第五,如果白天工作压力大,工作最好在睡眠之前解决掉,以免睡眠时还想着工作。 第六,坚持时的锻炼,每周都要坚持,如饭后饭部等新体力活动,有助于睡眠。 第七,睡眠前不要看手机或电子书,不要看一些容易产生兴奋的电视或书籍。 第八,睡眠前可作乐家、冥想等活动,放松身体的每一块肌肉。 我曾在译本上看到这样一个理论,个人比较认同,一个人睡眠不好可能与精神压力,肌肉紧张密切关系。 如果一个人可以放松身体的每块肌肉,像猫一样,它认为人几乎不可能睡不着。 有些睡不着是先例问题,可以通过做手臂肌肉的紧张和放松训练,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。 因此,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一些放松的练习,让自己的肌肉放松。 第九,借助药物。 如果上述方法均不能改善睡眠,可以借助一些忠诚药和食疗的方法。 比如说酸枣,枣仰安神叶等,西医会用正经催眠的药或抗焦虑药,不建议经常用,偶尔用可以,因为这类药物有依赖和成隐性。 第十,积极治疗人发病。 有时,眠表现的人有时未必仅是失眠,可能存在精神类疾病,除焦虑、抑郁症。 如果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、睡眠障碍,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,服用一些抗焦虑的药物。 总之,失眠可能是疾病产生的原因,也可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。 不管怎样,我们尽量保持一个好的睡眠状态。 如果是疾病导致的睡眠障碍,需要阶级治疗人发病。 十家庄厂将心理医院严主任温馨提示,患者如果发现不是症状,应建议去医院做检查,一方面会减轻病情危害。 另一方面,早发现早治疗,节约医疗费用,却不可自己盲目地乱用药物,以免干扰诊断影响疗效,得不偿失。 进入畅剧情状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